我自己能深刻地意识到我进步了 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应该是 让自己把脚步放下来 更多的思考下面一步该怎么走 就当自己有时候很疲惫的时候 我觉得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的 然后你才有更多的东西去回馈于剧本 我曾经有过半年的时间 我接不到任何的戏 那段时间是特别恐慌 每天开车 就在蓝色港湾那坐着停车场 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这条路 我变得很自卑 不自信 最后痛苦到去接了一部 我自己非常不想演的戏 我觉得只是想证明自己 我还是人的 就你这水平 还想靠当烈车维持生计啊 别再浪费时间了 因为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 你觉得不行那算了吧 那个可能是真的完了 你自己的支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是有个信念 就是我想演好 我敬爱演习 我就是希望用作品来证明自己 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肝丸这个朋友又是一条好汉 对扁军枪三交铁有什么呀 我以后可是要崛起的 每个行业都一样 你想成功或者你想最终变成你心里的那个样子 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少 但你愿不愿意尝试 我以前其实有点脆弱了 就比如别人骂我 我那时候老想解释 后来我就发现 你这个解释是没用的 我觉得就是自己烧画就好 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 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 现在我得到的这一切 我都要感谢曾经的自己 我在当一个演员之前 我没想到我可以有这么大的正能量 然后后来我会发现 我不光喜欢这个行业 而是因为我去拍的一些作品 给很多人带来了一些能量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 想继续演更好的戏 希望我可以把这份能量传递下去 传递给更多的小朋友和爱我的人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能够让自己开始慢慢对自己 有这种笃定的感觉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我有底气了 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有底气 作品 我希望我拍出更好的作品 汇报给你们 可以让你们更加有底气 我加油 我是演员杨几 谢谢大家 我是一个对自己 所有决定不会后悔的人 而且我也会觉得明天 一定会比今天好 慢慢地进步我觉得 船到桥桥自然去 我会永远支持你的 你可以的 加油 我是贺子 很高兴认识 樊花似己命安宁 带云流水斗此生 谢谢你 我也希望你可以很好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 我现在也很为难 你说 此